OK 好,玩具TV 第十二季第十二集第二節 短瞬間 大家其實這一套加通都陪伴了35年 厲害 雖然我只有24歲,但我都後追 這次要介紹其實都沒什麼特別的 純粹有些情意結 想玩一玩這個35週年紀念PAC 只看盒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就是看字 Transformer 35週年紀念 究竟是什麼款呢? 對 這個Convoy and Optimus Prime Set 你的日文進步了很多 擺明是古的 好,這個就是傳說書的盒 就這樣寫著這個35週年紀念 當然 裡面 就會有兩盒 Convoy和這個Apartment 完全把當年的C01 感覺給予大家 G1 大家如果以前有在玩具店看開這個G1的玩具 就一定是很有印象 對這個外合 這次最新版本的 大黃蜂版 Apartment 都是用當年的設計 坦白說,我想要給大家看 你真的看過一盒 老實說 有哪個Transformer會沒有的 一定玩過 我都一定玩過 你純粹的情意結就是看這裏 因為以前這幅畫 我每次去玩具店都是看這幅畫的 這幅畫真的太漂亮了 每一盒都有這幅畫,很棒 變成這兩盒都同樣用回這個封底 完全是把當年的感覺給予大家 可以看看對比 什麼是時代的眼淚呢 其實我就是想讓大家看看什麼是時代的眼淚 好 時間關係已經開了 我經過35年,他會給你多一點 當然啦 先看看Classic的 兩支槍 兩支槍是不同的 Apartment 拳頭一對 一對永遠都會不見的拳頭 哈哈哈 其實如果當年有草這隻 還能保持配件的話 我想我價錢也不說得笑 拳頭起碼和車一半價錢 我貼了 因為玩具拿來玩 我完全沒有任何打算 會留一張貼紙 所以就貼了 一次過 不差再 打開 另外大黃蜂版的Apartment 真的不說得笑 其實尺寸就大一點 窗子就比較帥 窗子就比較帥 一次過可以看看三支窗 但我以前小時候把窗子插在這裏 你插到嗎 那時候是不知如何插到這裏 真的可以看看 本身的東西的分別 時代九軟之後 現在的電度相比以前 真的很大進步 對呀 很亮的 正面 可以看看外形上的分別 當然 真是說玩的話 他說呢 當年的文哥 你要變形是要用多少秒呢 三十 不用 二十多秒就行了 25秒左右 完成 可懂 我告訴你 跳好了 又跳尺 OK 左右可以動 拳頭可以轉 我真的不太明白 為什麼他插槍呢 就是插前面的東西 而不是插後面的東西 很明顯他的槍是有線的槍 明明是用來格鬥用 不是用來射擊用 沒錯 腳是不可以向前動的 即是可以向後 這個就是他可動性的極限 很威風的 以前來說 已經是神一樣 沒錯 然後就可以 小時候飛腳 頭不能轉 他又可以這樣動 就這樣動 就這樣動 以前我可不可以回音 真的回答你沒有錢 我小時候沒有錢買玩具 我回答你不到這個問題 小時候我沒有擁有那個文哥 但是那時候也很貴 我一跳尺聲很舒服 這個就是當年大家都玩得很開心的 Conway 至於 這一隻 我想是變不變好 因為 你這個可能只有幾個步驟 但這一隻文哥 我先拆出來看一看 有幾個步驟 三十多四十個 不用那麼多吧 三十二 三十六 那麼多一句吧 你看我的變形 真是 虐待大家的 大家要看我不介意 但就浪費大家的時間 我又覺得無謂的 所以其實到了這一步 我就覺得 純粹給大家分享一下 那個情懷 情懷就不差再變了 你可以吹一下水 其實這個box 其實是不是限量的 不是 純粹訂的 OK 因為當年 如果只是一架 不連貨櫃 都已經是 一絕了 但是當年如果你是 家裡有能力 買貨櫃的版 真的很經典 也是那句吧 你以前 始終 三十五年 啊 是呀 Walker 那本東西呢 哦 真的要講講 因為剛剛 Derek 這個真的可以交給你 慢慢吹 給我一點時間 這個呢 就是我想 Walker真的很熟悉這個 那我就在一些有心人手上 得到這本東西 大家可以看看 那它其實就是Diacon 當年其中一本 講一些 玩具 的一本書仔 好嗎 就是天書 是的 如果你打開 就會是 看到有 Diacon的一些故事 介紹 然後 還有 然後 之後 就會有一些 可不可以叫做變形金剛的早期 根本就是變形金剛 我不懂日文 其實本身它的名字呢 有沒有名字呢 還是就這樣叫做拖頭機械人的 你試用日文可以看看 你聞得好啊 這個它沒有的 應該是車款 車款而已 因為它好像是消防車 它是消防自動車 然後有些是四驅車 它也是用回當年的車型號去介紹 就沒有一個叫做機械 即是動畫裡面的設定 的名字 噢 真正 對啦 那這裡它完全 這個不是Jazz 還是這個 這個是Jazz 對呀 Jazz 對啦 下面這部呢 Porsche 真的問得好 上面那部叫Fair Lady Set 下面那部叫935Porsche 對呀 這部真正 不知道當年它們有沒有徵求過汽車公司的同意 你試用得好 對呀 那時候有沒有這些 我試用 對呀 那時候可能未必有 不測試 真的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很有趣 大家可以看到 果然Aparamont的貨櫃車上有Dynacom這個字 真的正好 我想現在市面上有這個 也很少 對呀 應該是不自找 對呀 還有可以看到 初代Aparamont的貨櫃 它的造型跟再之後的造型是有少許分別的 它這個之後就再改進了 不過我這樣說 很多時候的宣傳冊子上面的照片呢 跟大貨的照片又出入了 嗯 那個年代 所以這張是還加稀有 這個就是另一個 它也是叫Dynacom 是 但是它是一個組合 其實這個已經是比較後期一點 可能是第三 第三年 去到第二年 第三年 對呀 那就是去了一個組合 一個大機閒的模式 這裡就 然後這裡會看到有聲聲叫的初版 然後這裡另外有些都是變形 去另一種機體的設定 紅色那一部有點像科學體驗隊 對呀沒錯 轉地天山號 啊轉地天山號 對呀 紅色車邊身轉地天山號 所以他們其實那時候是不是撈亂來播放 或者是用的呢 其實那時候這樣 靈感是誰抄誰要想 很難深究 對呀 那這裡就會有些真的以Dynacom 微星那些的機閒 那這些我想Walker會屬一點 這個就是昆蟲機閒 就是Dynacom的間隔 對呀 那這些就是應該是昆蟲 對呀 後期一點的產品 對呀沒錯 這三隻如果單獨買很貴的 因為這三隻很少保持得漂亮的 哦 但是有復刻過 就是用 應該是Transformers 對呀Transformers有 有復刻過別色 其實這個顏色他們就當作別色 是有一個博石那個就不 現在不知道多少錢 我買的時候很便宜 幾個稅 這些現在很少 反而這個昆蟲這個都還看到會有 但貴了 好貴 是好貴 最後一頁就是一個大集會 這些就真的全部都是 有些是微星 這些大機器人 這個現在就是天價 這個是五邊還是七邊 不是這個就是Dyabattles 就是三架機結合 接著旁邊就是 16機 如果我沒有記錯 16機合體 然後這個 原型那個 就是已經有新版的Buffalo 就是這個 這個就應該是 這個比較少見 少有 嗯 也可能未必 這個樣子適合這麼多人為口的 一個戰機機地 很少見 對啦 那另外其他的 就是後期 略為後期一些的 這個就是現在已經有 新版本的 那個 應該是不是 我還記得是Dyabattles 還是Dyabat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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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不出個名字 但這些其實日版和美版都有 我這些日版和美版都見過 其實他就 我不太肯定有沒有美版 有歐洲版 歐洲版有兩個 是 不計有些什麼 我見過有些 譬如新加坡生產 澳門生產 那些 我也不知道那些是什麼版 哦 OK 那麼 歐洲版就是有很多 很多隻都有出過歐洲版 嗯 即是如果大家 想追回舊的那些 都可以上Ebay 看看 如果你說 日版覺得太貴 有些離地 可以試一下歐洲版 或者是 上美國Ebay 找 都可能會比較價錢 沒有那麼多 其實所謂歐洲版 其實很多都是Tacala自己生產版的 只不過是換了一個Label 對啦 而且包裝是不同的 但其實裡面的玩具 其實大致上是一樣的 帖子不同 對啦 帖子不同 但是玩具是一樣的 對啦 沒錯 好 那我介紹一下 剛剛好啊 時間 那就加上把槍就搞定了 還是那句啦 什麼叫時代的眼淚呢 哇 真是幾明顯的 三年高一點 哪一隻漂亮一點呢 外形 其實真是各花入各眼 Sorry 我是一個向前看的人 基本上是完全沒得比的 還有如果純粹說造型呢 在Bumblebee裡面的opperment 除了它真的保留到當年G1的味道之外 它的外形上也非常討好 無論是在貨車形態 以及現在的robot形態 它都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漂亮 在外形上也是 是 因為我個人是喜歡G1的設定 反而我就不太喜歡 Micro Bay的 太誇張那種的 設計 所以都是那句 如果大家對 Transformer有情意結 我都頗推介大家入手這個35周年 因為我真的買個盒子 老實說 沒錯 好 真是玩著這裏 稍後繼續 VF VF 我拿 你回家 我拿 把手放進去 變成 蘇蘇蘇妳 不用聞嗎 不好意思 我拿那個筷子 要進去 謝謝 因為很多額 要坐下